只要你把红姑交给我 我就把你的女儿还给你 满心 把红姑交给她 把红姑交给你 快删 66 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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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师功 夏义 他們走呢 走 走 王女儿到底在哪儿 哼 我把她弄瞎了 还把她弄瘸了 你不会想见到她的 你敢 你敢在我身体里下骨 让我这二十年来承受孤独 我为什么就不能虐待你的女儿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根寒毛 我一定抓住你 我要慢慢的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楚天行啊楚天行 你当我还是当年那个被你囚禁 软弱无力的贵妃吗 你这点恐吓 下不了我 你少废话 华东颖 你一个人出现 无非是想拿女儿做筹码来要求我 你说吧 想要什么 算你聪明 你听着 明天中午 你带着女儿红到千奇峰 我会带着你的女儿 在那等你 好 我会准时带女儿红出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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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样才对 你跟师傅一起练剑 一会儿你如果能碰到师傅的话 师傅就带你到树上去玩 你说的 来 来 我打中了 你做得很好 师傅 你当然要带我到树上去玩的 哇 哇 好高 师傅 我也像你一样 像燕子一样 在天空中飞翔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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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前后 在 几年前花弄影对我说 我义父因为抢了惠地的贵妃 所以被处以公刑 此话当真 这 果然是真的 洪贵 在 快几张画师 遵命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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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你 童儿 师父 师父 童儿 问天在哪里 说 问天到底在哪里 你认贼作父 出卖自己的弟兄 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你长期跟东场作对 简直是目中无人 好 那个倔强的人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 你是不会听话的 快住手 她是你亲生女儿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白姑娘 肯定是到东场去救师姑了 我实在没办法在这干等 你不用担心 楚公公是不会杀她的 为什么 找你 打赏 太医 太医 你给我吃了这是什么药 半个月都过去了 我还是留些不止 大人 您在休养期间 切记练功动武 你说什么 不练功 不练功我不成废人了吗 大人 您不听我的话 我就算给您开了灵丹妙药 也是妄然哪 滚 是谁允许你进来的 是你 你不是被送到文书道场了吗 这孩子是谁啊 你竟敢伤害你的亲身骨肉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杀了你的孩子 让你痛苦一辈子 来人 在 把花贵妃给我带下去 是 走 把孩子还给我 走 把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奶奶 在 把花贵妃的贴身总管给我叫 是 不哭不哭 好好照顾孩子 如果他有什么差错 我可拿你试问 是 大人 大人 花贵妃又得发脾气了 我连你的贴身总管都给你找来伺候你 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这不男不女的妖怪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你 你敢侮辱我 可惜啊 慧帝处你攻刑的时候 我不在场了 我真想看看你当时窝囊的样子 你 你在我身体里下了什么毒 下了什么毒 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多好啊 多谢我呀 乖 禀大人 年王有事急诏 什么 好 好好照顾他 桂妃 桂妃 你 我 他竟在我身体里 下了骨毒 贵妃 那么正处理心不在 快逃吧 他竟在我身体里 朝五百府 助我九族 我心目中最恨的人 竟然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你要我怎么冷静 我知道 这个事实的确残酷 可是你 可是你一定要接受他 师父 当你知道我身世的时候 为什么不一刀杀了我 为什么要让我长大之后 才接受这么残酷的事实 在我心目中 我一直都很同情晚心 他被楚魔头控制 任贼作父 现在没想到这魔头 竟然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是人人都诅咒的魔头的女儿 童儿 我们都知道你心底善良 一身傲骨 我们大家都不会因为你是他的女儿 而轻视你 可是我看不起我自己 我讨厌我自己 开门 你最好考虑清楚 你不想一辈子都在牢里待着吧 如果你把楚公公认走你爹的话 你就不会再受疲惹之苦 你再好好地想想吧 我讨厌我 我讨厌我 你探索我 我讨厌我 我讨厌我 贵妃 来 你再忍忍 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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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派这么多人追杀我们 就是要追我们与死地 贵妃 你的孤独又发作了 你再忍忍 过着这个山头我们就安全了 就算没人追伤 我也承受不了这孤独之苦 华彩妃 把孩子给我 快 你要干什么 我不 我不 我不能给 贵妃 我不 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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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 我死亡 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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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何故 你为何要杀他 孩子是我生的 你伤不过 伤害有好生之德 我不能不管 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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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被人吓鼓毒了 你最好不要动真气 走走 鼓毒会吓得更快 我的施笔伤 把孩子还给我 这一人 我暂时替你们照顾 免得要造你们下毒手 我马上替你们找人来 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孩子 贵妃 贵妃 这人不知是必是有 我们还是快走吧 可是孩子 贵妃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教主 楚天行怎么可能不来 你忘了 鸿姑在她的手上 在下是金燕子 怎么了 受了点挫折 就想离开 吴家皮又不欢迎我 我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难道 你不想知道 他为什么赶紧走 我留下来 他也不见得会告诉我 你又没试过 你怎么会知道 可他不会告诉我的 腿是长在你身上 你不走 难道他会吃了你 谢谢你 你真善见人 师兄 你还在想他 你爹贵为皇帝 现在是死是活 都不知道 我爹被关在地牢里面 受着怎样的痛苦 你心里应该清楚 这都是楚魔所造成的 我 我知道你喜欢他 关心他 说不定 说不定以前 还有想跟他 成亲的念头 可是 可是 那是因为他是金念子 而且他姓白 叫白宇童 师兄你想一想啊 如果他改回姓楚 你该怎么面对他 不管他身世如何 我都相信他 师兄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不过国仇家恨 就知道自己的儿女私情 不 我不是 因为只有感情 才帮他说话 我了解他的个性 他不会 因为楚公公的陋落 而去屈服 好 就算他有骨气 可是 他绝对不会 一起去杀楚魔头的 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杀楚魔头的时候 他会不会站出来阻挡呢 他是个是非分明的人 不会被自己的身世 所蒙蔽 师兄 我看你根本是在安慰自己 但是你要知道 血缘关系是割舍不掉的 不管他在明世里 他绝不会跟我们一块去杀他亲弟 你说不是吗 你去休息吧 现在万西 还有白玉桐 两个都坐在他的手里 如果你割舍不掉这两个人 你永远也打不过楚魔头的 你要我敬你情吧 我去救他 不要靠你 你也打不过楚魔头的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 这怨得了我吗 来 孩子 孩子 不要太倔强了 只要你答应跟我离开这儿 跟爹生活在一起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 我可以把你当成自己的新儿宝贝一样来疼你 噓 子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你可以好好对待宇童 否则 我和米酒头做鬼都饶不了你 不老你交代了 你好好地和你师兄 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就行了 来 宇童 童儿 对爹的安排还满意吗 你说呢 怎么 你对这些菜不满意吗 没关系 我通知厨房让他们再做 不必了 你不用白费心思 冬场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碰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童儿 这完全是爹的一番心思跟冬场无关 你大可以放心 再说爹的一切那都是你的 来 童儿听话 快吃饭吧 你少在我面前心心作态了 我白玉童不吃你这一套 请你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这个满手血腥的杀人魔王 童儿 爹懂你的心情 不过爹必须告诉你 爹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皇上效忠 爹是为朝廷尽力 我问心无愧 好一句问心无愧 你们冬场这么多年来 陷害过多少重粮 杀过多少无辜 假借名牧 搜刮百姓的血汗钱 你们用的吃的 全部都是明脂明膏 还说什么 问心无愧 未免太可笑了吧 够了 白玉童 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的女儿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胡乱指责我 若蛇拿了我 就怪我翻脸无情 楚天行 我根本就不想认你这个禽兽当父亲 所以你翻脸 我不会怪你 你最好就杀了我 免得我日后会天天侮辱你 你想让我回心转意 那是不可能的 你杀了我吧 好 我看你能熬多久 不过我会等着你回心转意的 你好好待着吧 你不好好地想想吧 楚天行 你现在不杀我 会后悔的 你们东厂这么多年来 陷害过多少忠良 杀过多少无辜 假借名牧 搜刮百姓的血汗浅 你们用了吃的 全部都是明智明膏 还说什么问心无愧 未免太可笑了吧 楚天行 我根本就不想认你这个禽兽当父亲 所以你翻脸 我不会怪你 你最好就杀了我 免得日后 我天天侮辱你 你想让我回心转意 那是不可能的 你杀了我吧 参见厂宫 胡天护 有什么事吗 厂宫安排属下办的关于小姐和厂宫妇女团员的宴会 小的已经准备好了 很好 你照着去办吧 是 红桂 小的在 你在我身边 已经有多少年了 小的伺候厂宫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年来 你有没有看到我这副模样呢 小的未曾见过 不知为什么 我见到了宇童 心里总是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女儿的心思 父亲猜不透啊 白姑娘刚刚认祖归宗 况且以前与厂宫为敌 突然接受厂宫的身份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试验 厂宫 这事是急不来的 好 我明白了 你去吧 我要自己敬你敬 是 我明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兄 师兄 你要去哪儿啊 师兄 别担心 我只是出去找点好酒 那你要早点回来啊 义父 您找孩儿有事 你是不是忘了我怎么交代你的 不 孩儿没忘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何处 问天他 孩儿知错 请义父再给孩儿一次机会 你太大意了 这样下去会误了义父的大事 你明白吗 孩儿明白 明白就好 即刻动身盯着问天 一刻也不准离开他半步 孩儿知道 起来吧 希望你是真明白 而不是敷衍我 孩儿不敢 有酒喝了 前辈 问天冒杯道话 请多多包海 来都来了 哪有那么多礼数啊 坐坐坐 既然来了 就陪我们四个老头喝喝酒聊聊天 来 来 问天心甘为敬 来 来 来 小伙子 看来您有什么心事 前辈果然神机妙算 晚辈有一点点小事 影响前辈心情 请多多包海 没有牵挂 没有执着 光明磊落 广大自在 小伙子 你明白吗 谢谢前辈提醒 只不过晚辈的恩怨 一时还难以理清 不过前辈的话 我会铭记在心 好 我们喝酒 来 来 小伙子 你有什么心事 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我们好给你做主 对 要不 你就拜我们三个为师 我们可以帮你出力 承蒙前辈们的厚爱 但问天 在外面还有很多事要做 不能带带天机园 向各位习武 小伙子 你这个徒弟 我们收定了 你无法在天机园习武 那么你说 要到哪儿去 我们跟你去 对 我们跟你去 我们跟你去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我可没说要收什么徒弟 少了补前辈 谁的武功我都不肯学 告辞 不老贵 这可容不得你 我说 是你们要收徒弟 可不是我呀 我要是收徒弟 绝不和你们一起共有 师兄回来了 你们看呢 师兄回来了 师兄 好 问天 同兄弟 三师叔 我带了几位朋友回来 各位兄弟大驾光临 朱月星被吉远迎请恕罪啊 三师叔 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财前辈 傲前辈 色前辈 还有补前辈 兄弟 是你 原来你们认识啊 认识 我们当然认识啊 这是我二十几年的好朋友 真是没想到 我们在这里相遇了 三师叔 怎么 见了酒友 就站不稳脚了 刚好 我们可以趁此机会 好好地喝他两杯 到时候 三师叔恐怕更站不稳咯 不老贵 你还说不来呢 要不怎么能见着老朋友呢 这真是命中注定啊 对啊 对啊 为了庆祝三叔和老友重聚 还有三位前辈的到来 我去厨房弄点小菜喝酒 大家庆祝一下好不好 好 对了 我也去帮忙啊 好 四位前辈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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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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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前辈 三师叔 温天 没想到 你的剑法又精了不少啊 有剑招无剑法 充其量叫做剑术而已 还请前辈指点 这练剑的最高警戒就是无心无欲 这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琢磨的 刚才你练剑时的第一招的第一事 就充满了仇恨和携带了情欲 这样吧 你练一阶段就能懂了 万倍愚钝 虽然明白前辈的讯会 但是恐怕一时半刻 无法融为贯通 看 我这有一本无心诀 这对于你练剑静心很有用 谢谢前辈 兄弟啊 再陪我四处走走 请 皇上为什么见到皇子不愿相认 属下实在是不明白 不是不认是实际未到 难道你不希望问天帮你要回江山 静难之后已过了二十几年 名利早已看看 我是不会再去争什么皇位了 可是燕王仍派人四处打听皇上的下落 深怕皇上有复辟之举 这也正是我不和问天相认的原因 因为我们父子相认就会带来杀身之祸 哎 这你争我夺的图个什么呢 人死了还不是黄土一块 哎 我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们七大护卫 你们是因为我落得如此下场 兄弟我对不起你们 皇上 我们师兄妹无力保护皇上的全家 是我们的失职 请皇上输罪 哎 兄弟 兄弟 你又何必如此呢 我早说过我已经不是什么皇上 以后你我都以兄弟相称 是皇上 应该叫兄弟 你又忘了 是 兄弟 想不到 想不到 巫行决的秘密就是心无杂念 而最终的目的就是正义和慈悲 你 是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